距离农历新年不到两周 牛车水年货市场的摊贩们表示 销售量跟去年相比下跌了三成 今年的牛车水年货市场有大约300个摊位 但是摊贩们都表示销量出乎意料的低 今年8、6礼拜都是两三百而已 很惨哦 租金都不够 主要是老老人来到 许多访客也说到年货市场 只是为了逛逛和感受佳节气氛 主办单位因此希望通过创新的概念 吸引更多年轻人进来消费 联国市场将举办到2月9号大宁出席